請您再看一下我們在簡報的第20頁 簡報20頁 那我們剛剛用的是雲端平台 所以它新增專案的方式 也跟老師之前如果有用過體驗版 那個模擬器不一樣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那兩個都是免註冊 直接進去就用了 那麼如果你是在我們的這個雲端版本 如果老師你現在是在這個裝置管理 請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房子 你就可以回到它的首頁去 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 按下去 這樣是不是又回來了 要回到最外面 然後你點一下這個程式積木 點一下這個程式積木 按下去 好 按下去之後 老師首先看到上面 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有兩個圈圈 你們的是多少 左邊應該是20吧 對不對 右邊應該也是一個 右邊也是一個 那左邊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雲端平台 還有專案數量的限制 那免費的就是20個 好就是20個 但是各位老師不用擔心 因為它跟剛剛講的 免費的版本不一樣 但是在這個專案 你如果不夠了 除了購買以外 你可以匯出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專案把它匯出來 需要的時候再匯進去就好 只是說同時最多是20個這樣子 好 那右手邊這個呢 叫做雲端固域 因為呢 這也是我們 就是那個 雲端平台的優點 因為 剛剛特別提過 Webduno它的 缺點吧 應該算缺點 就是它一定要WiFi嘛 對不對 那我們寫程式 不是在網頁上嗎 所以今天你把電腦 網頁關掉 WiFi關掉 它就沒作用了 所以說它為了要做 所謂的自動運行的動作 它現在有推出所謂的 雲端部署的功能 那我們免費的帳號 有六個小時的 執行時間 也就是說呢 你 今天就是不用自己架設備 既用它設備的資源 那你只要把它程式按下去 比如說我要監控溫時度六個小時 那你按下去之後 你電腦關掉打包都沒有關係 他就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六小時之後自動停止 那你想說我要超過六小時怎麼辦 這個就好了 哈哈哈哈 這是屬於付費的 那有些人 他就會改用什麼 那個樹莓派 把樹莓派當作是一個 執行Webduno的一個環境 用它去做連結 因為它雲端部署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如果你中間萬一WiFi的環境 可能有斷掉啦 對不對 那它會自動重新連結 這是它的優點 所以說 如果說 老師有短時間的 這個 偵測的需求 事實上可以用 但它就是有一個 一個 程式可以運氣 也就是說 你選哪一個 你就按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雲端部署 這裡 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跟你講 這個程式我會運作六個小時 這樣子 那這種部分 我們主要都用在自動監控這一塊 因為互動的 你跟它就沒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你自動執行 我就負責收集數據 收集數據 做這件事情而已 如果你要做互動的 不需要雲端部署 比如說你要按下去才開燈 幹嘛要雲端部署 不用啊 因為你執行的時候 它就執行啊 所以說這個是 跟老師說明一下 那第二個 它增加專案的方式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進去就可以用 現在呢 雲端平台是按這裡加號 先給它一個專案名稱 那進去之後 就都一模一樣 比如說今天的日期 06 我按新增 這個時候呢 它會 開始進入這個正式的平台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有沒有多了一個專案 對不對 在這裡 那用這樣有個好處就是說 今天 如果你有做任何的改變 在雲端平台上會自動存檔 跟我們那個叫做 Google文件啊 那些一樣 就是你只要有任何改變 就是自動存檔 而且呢 你共享的網址不會變 我們如果是用免費的版本 就是免註冊版本 它 積目只要有改變 你必須重新再產生一個 那個共享連結 那麼這邊的就沒有 所以比如說你看我這邊 我隨便丟一個板子出來 您待會兒注意上面這裡 它會有說 欸 你看喔 上面這裡 有沒有以儲存變更 對 所以你共享出來的網址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隨時要修改 改完了就 知情又是新的 但是網址不變 就都是同一個這樣子 對對對 好 所以這個是 它主要跟我們 就是那個平台不一樣的地方 那 我在簡報這邊有寫 這裡也有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介紹一下 老師就可以了解一下說 它在程式端 雲端平台 跟免費的那兩個平台 差別在哪裡 這樣子 好